本節目內容僅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來到《知法辦法》這個節目 司徒律師,又是你了 又來了,我們覆別很多州 先跟大家說一聲 我們在律師樓拍攝的 真實的律師樓,不是創警 不是創警,不是創警 我不是簽TVB那些,我真的是律師 剛才有這麼高興 做不成藝員,做律師後 因為剛才外面很多客人 今天生意很好 原因是因為很多人離婚 下一次我們說離婚 真的很多人離婚 上次說了離婚的兩個個案 其實反應都不錯 下次我們會轉換環境 或者在外景拍攝 看恩愛的人如何,不要經常離婚 是的 今天轉換話題 想說一下 常常我們聽的華人工商 華人電台 那些不是節目 那些是工商付費訪問的 生前信託 平安寺 遺囑等等 平安寺就是遺囑 那我不知道 中國人喜歡做平安寺 平安寺就是不要說遺囑 中國人說的 空屋 他們叫做空屋 不是說空屋 平安寺就是會 遺囑 遺囑 那些什麼信託 又說什麼 又說什麼 又不需要法庭的浪費 就是不需要法庭的浪費 法庭認證 省了些時間 有些又說 不知什麼 存在信託那裡 這樣就可以去 又可以免了些遺產稅 其實有很多迷思 稅務這件事 就是稅務律師 或者是指揮 但是一般最普通的信託 其實是用來免法庭認證 那就可以省很多錢 為什麼省錢呢 法庭不是你爸爸 不是你媽媽 就算你遺囑也會遺囑 唯一就是信託這件事 它有三大特徵 我們不要說 我們下一集會講一個比較複雜的 叫Revokable Trust 是不可返回的 就是你訂了之後 你就不可以取消 但是普通一般人在做的就是 Revokable Trust 就是說 是可以自己喜歡什麼時候 不要又可以 自己反口就可以 自己反口 反腐又可以 自己反腐自己都可以 但是問題呢 有什麼好處呢 三個好處 第一 你有Privacy 如果沒有人增產 沒有人買簽名是假 沒有人上演TVB劇集那些之後 那基本上你是代全代 都不需要去經過法庭認證 那有什麼好處呢 有私人 第二 你有Peace of Mind 你要覺得很輕鬆 就是人生股之後 你都拿著一份Trust 那裏那份Trust 裝了那些 Property 就是那些 產業 可以有現金 可以股票 可以樓什麼都可以 但是很多人 我之後會講一個迷思 給你聽 寫完就算了 但他忘記把那些樓轉為Trust 其實那個Trust 基本上都不生效 那或者你裝些什麼 都可以 第三個就是 不需要浪費錢 因為就算你是用 最浪費錢的就是 我們叫Intrusted 就是說你是找不到遺囑 找不到信託 那他就唯有照我們 周法的 有不中法律 法律的叫法 就是什麼 Persturbia Percapital 就是找出你的繼承人 子女啊 子女找不到父母 父母找不到師 橫向 那些很浪費錢的 若干 我還沒做律師 那些是瘦女 不是辦妻 九十年代初 我聽過那些鄰居說 法庭認證三間 Alhamberra樓 就沒有了一間 價值 最近我聽到那些客人 是沒有一半的 總之你的人沒有 為什麼呢 他要找人去找那些人 是嗎 不是 這些都算了 最重要就是 他燈油火腦 他不是你媽媽 他法庭用一張紙 用口罩都跟你算錢 是 Record it 這樣算錢 法官 那些不用法官 豆生水 總之所有的行政開支 在你 在你的 在你的 那裡扣 不但 還要是 律師費 就自動在那裡扣給你 所以你 正正得回來 現在好像是低回一半 只低回一半 沒有其他的 那你就省 如果你有這個信任 你就不需要去法庭認證 你就變成可以省回一大部分 我想問問你 所謂法庭認證 其實就是所謂做這個平安寺 平安寺就是遺囑 遺囑 遺囑都要法庭認證 都要法庭認證 其實法庭認證好像很神秘 其實不是的 很簡單 如果他有遺囑 那就依照遺囑分 那就快一點 所以省回 都浪費錢 但沒有浪費那麼多 但如果你遺囑沒有說的話 他就要找回一些繼承人 你還要找一個 怎樣叫executress 現在都不分了 不分工男 不分男女 沒有這麼做俗 不分男同女 就是找一個執行人 他就怎樣 第一步 找到執行人 如果沒有 什麼都沒有 就找一個執行人 然後要找回你的家產 然後要慢慢分類 然後看看誰是你的 heir 你的繼承人 因為他沒有遺囑 然後要分分 但如果你有見證 他就會 看你名稱哪一個 如果你名稱哪一個 那個人不在 大家又要找一些繼承人的 那些 因為有 遺囑也叫做 或者信誠也叫做 即是首逸人 但如果沒有遺囑 就叫做繼承人 我想問一句 就是 我還沒說完 他分類型之後 才分類型出去 你想想整個程序會有多久 是 消耗的錢有多多 其實就是收集點東西 分出去 差不多 即是說 那個生前信託和遺囑 其實是做了生前信託 然後就把資產 低了到生前信託 那遺囑 其實是否兩件事都要做 或者是事實檢驗 你有了信託 就不需要 會 但我們有一種工具 叫做 pouring will 即是你裏面 有一個小小的頁 有幾頁 是那個名字 如果你漏了 漏了的東西 你可以透過 pouring will 好像倒東西 pouring是倒東西 倒回去 trust 其實有很多 我們讀律師 如果這麼簡單 就不要做律師 當然有很多不同的道理 譬如有 independent doctrine 什麼道理 又有什麼 有一個叫做 incorporation by reference 即很多時候 你無法解釋到東西 譬如那人寫了 在一個圍律 拿到一個peace together 怎樣怎樣怎樣 又會有 所以就變了 這些道理 你們不用理 因為你們不是律師 但最主要就是 你有了trust 是不需要will 因為trust 是代替了will的代替品 就叫做 substitution of will 可以簡單地再講清楚 這兩樣東西 因為我都聽到一些迷糊 可不可以選擇 因為我經常聽到那些廣告 就說 遺囑和生前信託 通常兩樣東西黏在一起 你知道為什麼嗎 他想誣誤你做了兩樣 不是 因為我們法律的人 一讀的時候 就叫做will and trust 就是遺囑和生前信託一起讀 但其實就是遺囑和生前信託 遺囑和生前信託是同一個類別 但是如果你立了遺囑 而不立生前信託 你就要經過法庭認證 但你立了生前通所 真前信託 trust 你就不需要法庭認證 但裡面你可以包含一個will 你有就行 沒有就行 你沒有那個will trust以外就不會合這個trust 但是有了你的will 你可以倒回那個trust pallingwill都行 但其實根本這裡多餘 你全部放了trust便行 其實不如我們講個理解 你有了trust 就不再有will 不如這樣說 大致上是這樣 但是有了will 都要有trust 因為都要認證 有了will 那如果有了will 就有trust 那就是你浪費錢 那不如立即做trust 就不只做will 明白嗎 我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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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可以找律師更改 或者自己更改 舉個例子 我剛剛買了一堆股票 那我是不是要立即更新的呢 最好更新 那程序是怎樣 自己可以改的 但你改完 因為我們trust和will 其實你寫的時候 其實trust是有四個element 有個成立人 有個trustee 有個beneficiore就可以了 三個不可以同樣 三個同樣 就叫merge 大家在一起就沒有了trust 其實trust是一種legal fiction 是一種法律的小說 是一種法律的小說 為甚麼呢 而且那三個人不可以受益人 當然 不 他可以成立人 trustee和beneficiore trustee和beneficiore 可以同一個人 但是stattler是不同一個人 那才可以分開 即我們將財產分割為三份 英文叫legal和equitable rights legal就是你裡面 例如這個層樓 這個你是我的 但我給了trust之後 那trust呢 就hold住真實的trust 那個property的價值 但是legal的 我還是這個property的主人 但是因為分開了之後 我可以避免法庭的證明 但是revocable trust 我可以控制的 到下一集我來說 revocable trust 我真的不能控制 告都告不入 很多 因為在這個法律的 device 在這個法律的條文下面 我等於彷彿我不擁有這個 其實是擁有的 但是我彷彿不擁有這個 只要你沒有控制 你告他都拿不到他的遺產 資產 不是制產 即是資產 如果你玩我想告 譬如我在你店鋪打低了 是不小心打低了 但我裡面有一個revocable trust 不可返回的 trust 那你告我 告得贏 但你不能在我的 trust 拿到錢 因為基本上 法律上這些 trust 裏面的 property 不是我的 這個玩法就是revocable trust 但如果不是一般很有錢的人 是不需要的 因為那些很貴的 至少七千一萬 我一萬五元 才會這樣 還有他會備了很多 estate tax 即是有錢人才會這樣做 普通一般中產 現在中產可能是你 就算一二百萬的人 其實他都只需要一個 很普通的revocable trust 都可以的 除非他 或者他行業很容易被人告 他都可以做一個revocable trust 高危行業 這叫做高危行業 這個不如下一集說 其實我們律師都不算高懷 我們可以買 malpractice insurance 譬如有些人最容易被人告 或者開很多餐廳 就容易被人告 但那些就應該是 譬如他有十個連鎖店 他也是應該的 因為跌低又關你事 然後你負責當中產生不上他的 trust 所以你就可以保護 之後要保護一些 平常的禁止 如果你是否真的有欺詐 或者是有其他的嚴重行業 他是保不了的 我想問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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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理 我乘多一間房子 於是買的時候 其實會加到的 trust 就不要寫自己的名字 其實所謂的家就是這樣 譬如家屋本身是a,b,c 本身是a,b,c 空間是a,b,c 我沒有兩位公婆這麼麻煩 ABC sole proprietor unmarried 譬如離婚 你的信息很簡單 ABC trust ABC as a trustee 就這樣保持住 and this is a trust 你買一買就不快 是不是代表那間屋不是我的了 其實如果你是revocable trust 你隨時買一買都行 因為你可以控制信息 所以沒有保護 但是你可以逃避 其實不如我們這樣做 我可以下一集說revocable trust 但是revocable trust 就是可以省錢不拒備 但是擋不到任何官司 擋不到任何訴訟 但是revocable trust 你一樣逃避不需要拒備 又可以省錢 但是你可以擋某一些很大部份 譬如金錢糾紛 違約 或者一些不少所謂的案件 但是欺詐和政府指令要打開 這個trust 都會打開 否則打不開 所以它很貴 寫的時候比較貴 那所說這個revocable trust revocable trust revocable trust 不可返回 不可返回 不可取消 如果我想賣屋 那你要trust 同意 所有人同意 經過某一個程序 它裡面會設定很多條件 什麼程序同意之下 可以買 其實基本上trust 是這樣的 只要成立人 trust 和 beneficiary同意 什麼都可以做 但是revocable trust 因為你要這些 你要保護 那你的trust 很多時候不是自己的 如果你一動 它就會變成鋼 鋼變成做revocable trust 你不可以觸碰這個principal 譬如你有十個收租 譬如你有十個 物業 收租的物業 你可以用一些 income 但是你買一買那十個物業 你一定要 你買了賣了這個revocable trust 就沒有效了 變成一個普通的revocable trust OK 但你不要探525分 那麼你不要碰剪 fakta 例如說 已經公 card 的revocable trust 你用做revocable trust 你建任了Trust 你建立一個信息 那企業一個信息 然後你就要按 soldier 但都是一個自由買賣 因為普通的revocable trust是自由買賣的 換言之,county的填土廳是會改變的 會改變,現在很普通,十個、十個、十個都會有family trust 他們是為了逃避認證,逃避、迫避 逃避、迫避,OK 其實所謂的迫避,說回細節一點 迫避其實人們說,要不怕他弄了,是,你不怕,不過你浪費錢 而且認證那家是因為,例如說 怕人騙,因為那人死了,誰知道你真的被這個人 兩夫妻,你其實基本上,如果其中一個死了,是不需要認證的 直接,直接老婆拿,如果老公死了,是嗎 但問題是,如果是兩個一起死 什麼不需要認證,當然要認證,你有一點錯觀念 認證不是說誰爭,而是你沒有這個工具 你一定去法庭,法庭就要消你很多錢 他一樣是給回一個... 但如果兩夫妻是什麼owner with survivorship 你說房產,是不需要的 房產兩個有,這個是地產法 地產法的法制,如果你是兩夫妻 或者不一定是兩夫妻,總之兩人 兩個owner,John Tanner是不需要有信證的 因為A死了,B死了,B死了,A死了 但股票那些就要了 股票有,雖然除了你股票是有 survivorship 有沒有這麼複雜的 device 我就不知道,要看股票那些人 我不知道 就是不會老婆直接繼承的 你的意思是 除非它有這樣的規模 我怎知道,我又不是股票的操作 我不發出口 但如果股票有了 beneficiary 寫了老婆,這樣需要嗎 那你現在說了4-1-K 那些可以逃避,逃避,那些是不需要信證的 你4-1-K拿了 beneficiary,他就去 生活保障也不需要信證的 生活保障是,但人們如果因為某些 property 或者某些東西,生意或者什麼 他進去,他就不如全部都推進去 連生活保障也不需要信證 即是開了一個信證 信證就是一個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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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一集可以說 E-Revoical Trust 好啊,我們又知道多些了 真的有知法又有辦法 好像主持人那樣 很多人都會說 我為什麼拼備 拼備不是爭的 爭就另外再爭 拼備不是爭的 你只要進去數東西、派東西 他都已經收你半家屋 拼備的價格是這麼貴的 法庭不會跟你說人情 因為我們通常 譬如說兩夫妻買屋 那個地產經紀 就跟你一定跟他們說 站名那裏就選最長的那個 通常他們就這樣跟你說 最長的那個叫做 John Tenency with the Survival ownership with Survival 那個是地產法 拼那個就對了 那個就不用鋪備 那個第一不用鋪備 第二 現在不知幾年代之後 加州是全部是 如果你不說他 兩個居民是 他鼓你 批准是 是John Tenen的 但不知幾年 十年前 好像九十年代以前 是Tenent in Common 你知道有什麼不同嗎 Tenent in Common 即是 我問你有什麼不同 Tenent in Common 除了Survivorship 是最大的不同 除了Survivorship 有什麼不同 Survivorship 即是誰死在另一個計程 這個100% 為什麼要John Tenen John Tenen in Common 我想是5050 不是John Tenen Tenent in Common 其實最大的 除了Survivorship John Tenen 他們所有的東西 都是一人一半 是同等份的 是同等 三份三份 但Tenent in Common 可以不一樣的 我和Tenent in Common 你可以佔10% 我佔90% 還有 John Tenen 他不可以繼承在下面 留在下面 除非兩夫妻就留給小女兒 如果兩條AB 是不相關的 他們不是親戚 那這兩個人 是不可以說 我給一半我女兒 不行 因為有Survivorship 你不能給 你死了 我吞了 你死了 我死了 你吞我 當然如果兩人死了 那後人 他們去瓜分 但是 Tenent in Common 還可以 我把我90% 傳給我子女兒 你又可以把我90% 傳給我子女兒 就不傳給老婆 傳給誰都可以 你可以自己這樣說 你傳給小三四五六七八都不理 總之你走得傳給 你可以傳給人的 這裏 將Joint Tenant 是不能傳給下面的 只有互相 對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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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只懂得 但就不懂這種 而且它一定要有 Equal Shares 但Tenent in Common 是不需要Equal Shares 有人大一點 有人小一點 比如五個人 一個佔20 一個佔35 一個佔40 也可以 但加入真的不行 全部都一樣 好嗎 原來我的地產法 我記得很多 清楚你解釋了嗎 不過其實題外話 我讀Lawsku的地產法 那時候 我是最高分的 是爆了 是蝕了90 題外話 我看得出 要看得出它是高材生 我不是高材生 我只有這科90 其他全都是 沒有問題 不是 只是這科 我不喜歡其他科 在節目完結之前 多可問一句 如果有人有興趣 有身邊的 電腦哪個朋友 電腦 電腦旁邊 電話旁邊的朋友 有興趣那怎樣 找你 還是你做不做 做 我昨天才寫完兩個 寫一寫的 還有普通的 我們有直入廣告的 普通 直入 直入 直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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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灌名 其實如果普通的信息 很便宜 可以寫到 很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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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不用二千元 不用一千五元 其實為什麼呢 我認為不是每個人都要信的 普通人打來 有些人介紹 為什麼司徒律師推了四個 我問他真的不需要 他只有一間屋 那你做什麼事 你就是John Tennant 我記得我這麼多年 我寫一個 是不需要 但他也需要錢 他有五個子女 房子也有多少錢 就是豪宅 他就說 兩間房子 他就說 我覺得我五個子女不和氣 我都是寫在他的信息上 甚至那些是OK的 你有另外的原因 就是這樣 否則你有生活性 是不需要的 真的不需要的 可能他沒有生活性 怎麼會沒有生活性 你是John Tennant 如果你是John Tennant 就不用了 不是 你Tenant In Common 你就要相信 有時兩夫妻 是不會用survive 有些人是這樣 另外要故意做Tenant In Common 現在Deford是John Tennant Deford是John Tennant OK Deford了加州是John Tennant 你不說 就自動被John Tennant 多問一句 如果做了之後 有些財產上的加加減減 即是說 Trust要更新 是不是又是找你 你不放心 IBM可以找律師 律師有象徵收一些查錢 其實自己還可以改就 到 Heroes 說得還要去找兩個 這跟ViuV occurs 加掉2個 Значит 對 啊 但是不需要져 你可以優局 是代表的期間申雇的 他們回去找到那間公司 寫了信息放在哪裏 結果就要公布 因為他曾經跟我說他有寫 但他只是37歲 我建議那些人不如拍人幾份 大家自己保持一份 現在這個世代 Digital Copy 算不算? 算不算 因為他不會談過法庭 他不會談過法庭 你什麼 Copy 加了花 加一些蟲蟲 即是我探索了PDF 其實為什麼Trust會上去呢 就是有人欠家產 或者說他沒有簽名才會上去 開了你的Trust 因為我們美國法律很尊重你寫Trusts的Privacy規 是不會打開你的Trusts來看的 好的 我們今天又知道多些了 先說到這裏 下個星期就講另一種Trusts 另一種信託 就是貴的信託 拜拜 委聯律師事務所 徵辦各類移民庇護 婚姻綠卡 工商車禍 破產減債離婚 有超過十年移民法庭出庭經驗 Roseby 626-782-7738 想三五知己 娘憑共聚嗎 那就不要錯過來臨印地安小酒坊 印地安小酒坊 現已重新開幕了 內有各式小菜 台式懷舊小吃 燒烤類和各類酒水飲品 地址 盛蓋博士 633-South 盛基表 波羅華 門牌 105號 歡迎舊雨 新枝來臨 本節目是由 完美店 Montry Park總店 盛基表分店 特約贊助 你好 完美店外賣服務平台 請問你今天想吃什麼 完美店開設了外賣服務平台 每日準時為大家接聽外賣電話 只要你撥打外賣熱線號碼 626-766-7377 聽到這一把這麼熟悉的聲音 快點打電話來吧 DELICIOUS FOOD CORNER 外賣熱線電話 626-766-7377 DFC TO GO 去到哪裡 送到哪裡 雖然最近樓市和利路都有明顯的改變 但是買屋頭款最低的要求 仍然保持在3%到5% 即使說買50萬屋最少是萬元的頭款 買80萬屋最少也是4萬元的頭款就夠了 所以頭款不多不緊要 最緊要是預先做一個免費的PEEPROFO 就可以安心去看屋了 大家還有任何疑問 歡迎直接跟我聯絡 我是街訊財務貸款的Steven蕭文龍 626-712-9092 712-9092 大家好 我是TEAMNAM 如果大家對紅藍卡 Medicare有任何疑問 歡迎你打電話來 626-379-1167 626-379-1167 是 和參加